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展开代号为孤星计划的 一系列军事部署行动 美国25个共和党州份 集体发声了太支持德州 并派遣士兵进行支援 面对这一幕 现代美国国内罕见的对抗景象 外界担忧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甚至内战一词 登上了美国谷歌的热搜 而此时正值美国2024总统大选的 关键节点 27日 美国前总统 并很可能再次代表共和党 参选总统的特朗普 在集会上公开表示 自己非常赞赏 德州对抗拜登当局的做法 德州移民问题的背后 折射出美国社会什么样的现实 民主共和两党 在移民问题上针锋相对的立场 又将如何影响今年的总统大学 红色美国 蓝色美国 两个美国 孰是孰非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华盛顿现场 美国克里斯多夫 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 助理教授孙太一 上海现场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沈毅将带来他们的观点和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魏小璇的追踪报导 一根铁丝抑制禁令 因美国边境再生事端 美国德克萨斯州卡瓦佐斯堡 军事基地27号发生枪击事件 同属基地第一骑兵室的两名士兵 发生争执后开枪 其中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尽管当局并未透露 枪击事件的争执和具体细节 但美国上下心知肚明 此次冲突早已有其可寻 作为美国的最大政洁之一 旅向两党多年就边境非法移民问题 争论不休 这些移民以创纪录的速度 穿越与墨西哥相连的美国南部边境 仅过去一个月 进入美国领土的总人数 就达到了30万人 每天的移民速度接近1万人 由于历届美国政府 都未能解决移民问题 加利福尼亚 亚利桑那 新墨西哥 和德克萨斯这四个美国边境州 分别采取了措施来应对危机 去年夏天 共和党德州州长阿伯特 决定在边境进行防守 州执法部门沿着边境小城 伊格帕斯附近的格兰德河 设置了长达48公里的铁丝网 并派出国民警卫队进行武力打击 但拜登政府随后以此举 会对美国的外交关系 公共安全及河道航行 造成破坏为由 诉诸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而最高法院也最终以5票赞成 4票反对 批准联邦执法机构 拆除德州自行搭减的铁丝网 此剧遭到德州的强烈反弹 为阻止拆网 阿伯特带头发起孤星行动 州与联邦硬碰硬 移民问题再次点燃美国争坛 阿伯特批评拜登破坏联邦 与美国各州之间的契约 即各州有权在遭遇入侵时 采取自卫手段 不少共和党人发声支持 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 也再次下场 在27号的集会上 高度赞扬阿伯特的做法 并指如果他在任 将会向德州送去增援 而不是限制令 而美国国会众议长 约翰逊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将竭尽全力支持阿伯特 并继续追究国土安全部长 马约卡斯的责任 同一时间诸侯会蒙 25个共和党州长 联名发信声援德州 其中10个州的州长承诺 派遣本州的国民警卫队 前去增援 更有议员主张 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 与由民主党控制的兰州 进行国家离婚 火势愈演愈烈 不少分析指出 随着美国两党 都启动了2024总统大选的战车 边境问题的矛盾将持续升级 旅向拔刀相见 一场关乎整个美国未来的内战 似乎即将大象 政节难解 美国移民问题再次点燃正坛 旅向纠缠 边境政策如何左右2024大选 针锋相对 州与联邦矛盾会否再引内战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巨大战 在美国全面的战争 俄罗斯国家安全事务的 最高级别官员 梅德韦杰夫 他就事件发表评论说 这是美国将爆发内战的一个信号 那么当然现在说 北国内战可能还为时上援 我们有请在美国的太一 那么太一这一件事件 在美国国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响 可以说现在还不知道 这两名士兵在军营里面开枪 互设是什么样的起因 也没有一个发展的进程 您觉得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吗 结合现在德州移民问题 产生一个这么大的争议的情况下 首先当前在美国的话 这个舆论其实更多聚焦的是 美国国会会不会通过新的预算 这个预算里面会包含哪些内容 这个两党的争议 包括特朗普和拜登的 各自持的立场 而真正关注德州边境 所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 好像并不太多 媒体也没有去大肆的报道 那么这个兵营 他的这个士兵的忽设 感觉跟当前的这个边境的事态 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这个联邦的军队和德州的国民警卫队 所以暂时仅仅是为自己立处的体系服务而已 这个事件还没有上升到要去动真刀真枪的 这样的要去射击的地步 那么我觉得德州军营里开枪互设的两方 也不是联邦政府和德州的国民警卫队的两派人 它是处于同一个军营里面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好的 谢谢太医 好 我们有请沈亿教授 我们来说一说美国最佳法院的判决 这一次是以5比4 这少数的多数决定称拜登政府 而不是支持德州的政府 关于这个边境的管控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最佳法院 经过特朗普提名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之后 已经成为了一个偏向于保守派的大法院 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并没有符合共和党的利益的一个判决 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有一说一 尽管一直说好像就有一个错觉 好像哪个党派的总统推荐了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这个法官就归他管 其实没有这个关系的 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政治派别上的这种 相对独立 这是出了名的 这本身也是美国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的初衷 所以不能由于说共和党推荐的保守派法官更多 所以就认为这个法院一定就是更加倾向于 或者是无条件地支持共和党而反对民主党 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但这件事情当中也有一个事情很有趣 就是说它确实 其实这个判决很好玩 它这个判决就一句话 它推翻了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 就把它给博掉 就把它给取消掉了 那个东西是禁止他们德州的州政府去阻断一些东西 或者说允许美国的联邦政府去拆了德州的州政府 去装的那个铁丝网的 但是 因为它很短 只剥掉了那个东西 所以现在德州说呢 你这个裁决也没有阻止我去保卫我这个铁丝网 而你可以来拆 我可以去拦 不让你来拆 所以双方继续在那边进行对质 那么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说它的立场可能除了它保守和自由的这个主张之外 它还在联邦权和州权之间会有一个侧重 个人认为呢 可能联邦最高法院 它还有一个东西认为它需要去维护联邦的这样一种权威 即使在一些问题上 你这个州对联邦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想法 但是你要服从整个联邦的这样一种战略级的安排 比如说在边境问题上 理论上 在法理上来讲 最终这个边境问题是联邦权限 是归联邦管的 边境 国防这条线 是在联邦权限上的 州 只是你这个州正好位于这个边界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双方的这个权限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造成了这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样一个裁决 有一点摆脱大家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6比3 保守对自由法官的这样一种界限 有两个这个保守派法官可能跑到 倾向于自由派法官 但可能这并不是他们保守和自由立场上的 这样一种偏执 更多的体现了他们在维护联邦权限 维护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 中央权威的这样一个角度的一些考量 从这个角度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裁决 也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 现在在这个边境问题上的对峙 是州对于联邦权威的一种质疑和挑战 反正你这个从州长的发言当中就可以表现出来说 就你联邦没有能力 没有尽责 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去保障本国的边界安全 那这个时候我就进行自力救济了 我这个自身去强化边境的这样一个安保措施 但是整个这一轮的这个边境纠纷 其实是按照这个思路上过来的 嗯 好的 谢谢沈教授 再来有请太一 德州到底有什么底气敢和白宫叫板 我们知道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的联邦 但是每个州我想它的地位并不是 宪法中规定是一样的 但是在事实上 德州确实是一个很有底气的一个州 它的底气从何而来 你的观察呢 首先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它这个裁决 虽然显示的是地方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差异 但是现在已经被两党给政治化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是为这个德州 它的这个地方政府留了余地的 刚才沈教授说的那个情况 有意思的情况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啊 事实上他们当地的操作就是 这个这个联邦政府允许拆 而德州地方的这个国民警卫队呢 在拆了之后还能接着见啊 或者他们一边拆呢 我在别的地方接着见啊 这个好像当前是这个可以操作的 那回到科夫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 德州确实它在很多地方 和其他几十个州格格不入 就比方说它这个电网 是独立于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州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德州他自己的历史也好 他现在的这个当地的文化也好 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好 都让他自身觉得 哎 好像我处在一个这么一个特别 独立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呢 他可以去挑战这个联邦政府 尤其是联邦政府是由民主党把控的时候 而他自己呢 又是一个由共和党担任这个州长 以及控制他的这个整个地方的 这样的政治的这样的状态下 所以呢 这个不光是联邦和地方之间的分歧 它同时体现了也是两党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差异 是的 那么现在情况是 资国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联邦政府的判决 那么现在德州可以说是拒捕接受 资国法院的这次判决 而是继续地在建这个围栏设施等等 那么接下去事情将如何发展呢 德州政府还有什么可以对抗联邦政府的方式呢 我觉得现在德州可能他这个州长啊 也是希望能够平衡各方的这样的态度啊 因为这个埃博特虽然已经这个多次将边境移民 用大巴车这个运到民主党控制的城市 但是造成民主党内部的这种冲突啊 比方说纽约这个市长啊 就之前跟拜登曾经提出过多次啊 他们已经这个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如果联邦政府再不给支持的话 那么共和党内部呢 尤其是右翼呢 对埃博特其实也很不满啊 他们认为这个埃博特可能做的还不够啊 所以呢 埃博特当前他的这个诉求 可能就是要平衡各方的这种压力 来保住自己的官位啊 真正是不是要维护德州的利益啊 是不是要这个让这个地方的利益 去挑战联邦的这个实际的权威 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 好的 谢谢太医 再来由金沈亿教授 美国的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 发生争执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啊 那么以前美国也有过类似的案例 他们都通常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最后达成一个和解呢 显然是达成了和解 准确地说就州政府啦 就州权跟联邦权这个事情 在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就是个问题 当然强联邦总是意味着 对于州的权力的一些压制 那么现在其实我个人认为 德州主要就抓住了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 就客观上这个移民的问题 是一个大家都认为 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那么德州作为承受问题的 这样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实体 然后它能够拿到一些证据 证明就是说联邦政府 并没有尽到职责去保障 有效的保障边界安全 这是个硬伤 但是个硬伤 当然你可以为这个硬伤 找出很多理由 说因为什么样什么的原因 但是呢我不管 就是我这样去做了 做了之后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 第一它本身吻合 共和党的一些基层的理念 第二个它有很好的 这种政治动员的效果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理论上来讲 联邦最高法院 就是它的存在 应该是要承担政治责任 什么叫承担政治责任 比如说它应该做出一个裁决 在这个裁决里面 它明确讲清楚 在这个问题当中 这问题究竟是州权还是联邦权 如果他裁定这是联邦权 他把这个依据讲清楚 讲清楚了以后 就根据说 根据这个裁定 联邦可以做什么 州不可以做什么 而不是像现在说 联邦可以做什么 但他不说州不能做什么 也就是说事实上 现在走到这个局面 是理论上应该发挥 最终政治仲裁作用的 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没有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 不是承担法律责任 就是说他的法理知识 是可以去使用的 但是使用的时候 他有政治考量 就是我不想做这个坏人 我不想变成这个风口浪尖 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 做出一个裁决 说联邦政府有权这样去做 州政府没有权限这样去做 这是我对于美国联邦 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 有这个权限 他做了以后 他在政治上就承担压力 他就变成了各方势力 这样一个焦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其实是美国国内政治当中 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 就是精英甩锅 我要去承担 拿到我的这个得分 但是我不承担责任 所以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德州移民问题发酵的 此刻也正值特朗普 风头正进 很大概率要代表 共和党参选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而特朗普当然是在第一时间 就支持德州的做法 拜登方面呢 我们看以哈战争以来 首次由美军丧生 特朗普也趁此机会 批评总统拜登是软弱无能 拜登27号在南卡州 发表讲话时 罕见地对特朗普发飙 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特朗普总统大选手 这已经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奏了 我们有请太一 这样的情形让大家非常感觉到唏嘘啊 好像又回到四年前 又是到了特朗普对阵拜登的时候 这是不是将是今年11月份 我们见到的最大概率见到的这个景象 对 从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啊 在这个共和党内呢 黑利对特朗普的挑战 好像已经有点乏力了啊 这个因为他已经连败两局 而且呢 接下来的在南卡 虽然是黑利的这个主场 但是呢 这个特朗普明确的知道 这个在南卡保守派是占绝大多数的 所以呢 他一旦在南卡啊 包括期间的这个内华达也都拿下的话呢 黑利基本上已经没有顺算了 因为这个最初的几个州 他还是按照比例去分配这个代表的 但是呢 越来越接近后尘呢 他这个很多州都是赢者通吃的 而在那些州呢 特朗普的优势巨大啊 黑利可能一张票都拿不到 所以呢 黑利只能寄希望于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出现 比方说特朗普被这个去除 一些这个州的这个初选的这个选票上面 他的名字被去除 那这个潜在的是对黑利会有帮助 但是呢 从整体的情况来看 特朗普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拜登这边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党内没有人去实质的能挑战他 这个丁菲利普在这个新韩幕12这一战之后呢 估计也会慢慢的退出了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真正要看的 就是接下来双方他们能有多大程度上 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而且呢这个拜登和特朗普的策略还有差异 特朗普呢 主要是靠激活他自己的基本盘 而拜登呢 需要把自己的盘做得非常大 因为他很难去让自己的这个基本盘 特别兴奋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他们的策略 导致拜登现在更依赖于 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支持他 而特朗普呢只需要让已经支持他的人 更活跃就可以了 好的 谢太一 再来 刘青水晋教授 如何来解读特朗普起死回生的秘诀 他曾经一度是失去了共和党内的很多支持 都以为德桑蒂斯将会将他取而代之 但是德桑蒂斯却戛然而止 特朗普的问题之前也说过一次 就是说他的基层民众是被一些议题 一些问题动员起来 他是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去指出了 去感知到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然后通过那种情绪化的表演进行 这种情绪性的动员 通过共情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坚实的基本盘 当他离开白宫以后呢 他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 大家认为他执政四年 没有表现出执政技能 然后对于一个跟他比较像 但是比他有一点执政能力的 张蒂斯开始感兴趣 但是很快特朗普通过塑造自己 是一个民主党政治追杀的 一个受害人的这样一种角色 通过这种起诉 带他的一种意料 多少有点意料之外的反向宣传效果 持续地进行抬升 重新又把他的基本盘给激活起来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 就是民主党的执政四年 特朗普能够用来攻击他的四年 就是在2016年 可以用来攻击 西亚里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的 那些理由 在2024年继续存在 拜登政府的四年 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甚至有些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了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特朗普成功地借助他的这种流量动员的 这样一种方式 这样一种戏剧性的 能够绕开传统媒体 用低成本地去跟民众进行沟通的 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方式 重新把他的支持者动员起来 并且在共和党内部 形成这么高的支持率 其实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 是的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采访一名 曾经放弃了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为什么重新选择了特朗普 因为他看到民主党人 正在千方百计地 要把特朗普送进监狱 所以他选择特朗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德州的移民问题再次成为 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暴点 而与此同时 特朗普很大概率将会代表 共和党参选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来有请太一 和四年前相比 还是任两位老人对抗 特朗普和拜登 那么四年过去了 美国什么发生了变化 什么没有变呢 我觉得在美国民间 大家其实现在这种两极化 变得更为固化了 就是说中间的温和派的选民 独立的这种能自己 做判断 做思考的这一类群体 变得越来越少了 这主要也是源于 它的信息的比较封闭 共和党的右翼 它有自己的一套媒体的体系 而民主党人也是经常有自己的独立的这样的平台 做这种信息的扩散 所以这个就只会越来越变得两个体系独立存在 而互不影响对方 所以这种极化的趋势 是过去四年比较显著的一个现象 但是没有变的 就是特朗普继续在掌控着共和党 而拜登仍然是民主党当前的领袖 那共和党这边 现在特朗普仿佛他自己是一个在任的总统 他是一个incumbent 在以这样的方式在追求连任 就是说是第一任结束了 好像刚刚才结束 然后现在在追求连任 拜登同样的 他现在仍然是在任的总统 也是要追求连任 所以这种两个老人对自己的党派的 这种掌控非常的扎实 然后同时在以这种追求连任的方式 这种叙述在参与竞选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变的一个情况 是 不是特朗普造就了一个分裂的美国 是一个分裂的美国造就了特朗普 可不可以说一个继续分裂的美国 造成了特朗普的回归呢 沈亿教授 您说的很对 特朗普是由当前的美国所造就的 拜登上任之后 他在2020年的选举中击败了特朗普 但他承担的任务是消弭 或者是削弱特朗普 那以存在的基础 但说实话 目前看起来这四年他做得不好 甚至有反向加强的态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近似于满血回归 甚至于气势更甚的特朗普 这也说是当前美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发展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也显现了他未来发展的趋势 就是说除非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 消除掉这些东西存在的土壤 否则美国朝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它是有某种刚性结构的 它推不回来 因为你没有一些政策 率先去弥合和消除这种土壤的话 你只是做出一些政治观点 和态度上的温和化表态 你只会输掉选举 你只会在这种极化的竞争当中 失去选票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后退的 这样一种游戏 目前看起来对美国来说 这可能是他面临的最大 也是最实质性的挑战 最后我们还要回到美国最高法院 很快他们就要将 就这个克罗拉多州和缅英州 禁止特朗普参选总统的 这个判决 做出最高法院的判决 请问这个判决有多重要 沈亿教授 这个判决是非常至关重要 它有风向标的含义 如果说也是像这个词像 来个5比4 把克罗拉多州这个法院的裁决 给通过了 那这个各地方 消耗的东西就开始出现 对于黑地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那如果说联邦最高法院 把它给驳回了 那么各地相关的尝试 事实上也就没有必要再去 去做这种法律上 事实上无用的这样一种尝试 那对于黑地来说 短期内可见的 在体制内能够赢 赢一下特朗普的战役 最后一次 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希望 可能也就不复存在 特朗普有一种超凡的能力 就是屡次引发 宪政危机 好 感谢两位 也感谢您收看 父皇全球连线 晚安 快遇遍皆不分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